如果有人问你世界上最昂贵的物质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恐怕会是黄金尽管,黄金的价格确实很高但是例如薄金,钻石等物质它们的价格都远高于黄金一些特殊的放射性元素,但是每克的价格需要上千万美元不过这些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相比依然是小屋见大屋,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反物质,在讨论它究竟值多少钱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反物质,简单来说反物质就是正常物质的对立面, 从微观角度来说,正反物质都有基本粒子构,成它们的内部结构相同对应粒子的质量,寿命,自旋也相同但是电荷等属性却大小相同,符号相反,例如正氢和反氢正氢,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反氢,由一个反质子合一,各正电子组成质子带正电反质子,带负电电子带负电,正电子带正电当正反物质相遇时,它们就会发生湮灭所有的能量,都会以光子的形式,释放能量转化效率高达1%, 如果真的有反物质武器其杀伤力,将会相当相当惊人甲,设定将一颗反物质随手,丢到地上其烟面释放的能量,与当年广岛和长期的原子弹,相当足以将整座成事宜为,平地如果有一种反物质子弹,将极少量的反物质,附着在普通子弹的弹头上,一旦被这种子弹击中,会对目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反物质的作用不局限于军事一些医学研究,已经证明反物质有治疗某些癌症的潜力位,来人类要进行星际旅行时反物质,也是一种极好的燃料杯船航行的速度,有望达到光速的数量级,既然反物质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不制造那么多反物质呢? 主要原因在于宇宙中反物质非常稀少,人工制备的技术难度和成本都太高,目前几乎整个可观测宇宙都是由正物质构成的,即便可能存在由反物质构成的星系,我们也没法把它们运输回地球。 新的大型强子对撞击是世界上最昂贵最复杂的科学装置之一,当它马破荷运转十美,分钟可以产生近一千万个反质子一千万,听上去很多事吗?回想一下高中学过的阿福加德罗常数吧,你会发现这个产量,实在是太小太小,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速率生产一颗反物质,需要一千页年,如何存储反物质,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毕竟一旦遇到正物质反物质就会瞬间淹灭,所以需要将它们与正物质完全隔离。 目前欧洲核子中心的科学家们保持的最长记录,是阻止反氢原子烟灭超过一千秒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一颗反物质的价值,究竟有多少?1999年一篇NASI论文认为一颗反物质价值62.5万亿美元,2006年,另一篇NASI论文预测制的一颗反物质需要250亿美元,这恐怕真的是目前世界上最狼贵的物质了相比于所耗费的金钱。 一旦核武器量级的反物质,被制造出了一个新的拍,多拉魔盒可能将再次被人类打开,所以违远世界和平素材来源。